然後醫生就用機器一照 超音波一照 他就說 你的韌帶跑掉了 腳的側面不是有個圓圓骨頭嗎 他說我的韌帶應該是要這樣子 勾在那個圓圓骨頭裡面 我的整條韌帶已經跑到這裡了 就是這樣子 他說所以我要幫你把韌帶給勾回去 他就用摳的 把韌帶摳摳摳摳摳摳 繞過這個球這樣回去 然後這邊他就說這是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緊繃 他說我要伸手進去 拉你眼球下面的一條肌肉 然後我就傻眼 醫生就戴了手套 從我嘴巴伸進去 他說我要去挖你那塊肌肉 所以他就這樣伸一伸這樣 我就 眼睛屍啦 對真的好像在看那種驚蟲片 他就把它等於是有一直寬的寬度 終於可以融到 他就碰到了以後 我說可以了吧可以出來了 就是我的腳 自從金曲獎穿了一個超高高跟鞋 然後走了 就是因為剛好要從休息室到走紅毯那邊 是半圈 結果工作人員可能就想大家都這樣走 沒想到我是個老妹 然後我就穿了一個超高高跟鞋 這樣一直走一走 走到那邊我就已經快不行了 然後又走紅毯 然後晚上又上台 然後一直到最後還要拍照 這樣錄影訪問 所以最後我回到台北的時候 我的腳已經抽筋了 左腳右腳都抽筋 然後我就想說我就去按摩 按完我就覺得應該恢復 我就慢慢就恢復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左腳一直酸痛 就是一直到演唱會都還是在酸痛 然後直到不小心某個腳都壓到它就非常痛 所以你看到我沒有跑起來的原因 就是我的腳已經痛到不行了 然後我最後不是那個 I hate myself alone 因為我還在全場這樣子跑嗎 走 我沒辦法跑 因為太痛 一個是因為我的拇指外翻 我那個腳趾拇指那裡已經紅了 就脫下來之後整個那個 腳趾是被磨紅了 第二個它還是非常非常的酸 終於昨天我就去了一個物理治療 然後醫生就用機器一照 超音波一照 他就說 噢 你的韌帶跑掉了 啊 我說什麼意思啊 腳的側面不是有個圓圓骨頭嗎 他說我的韌帶應該是要這樣子 勾在那個圓圓骨頭裡面 我的整條韌帶已經跑到這裡了 就是這樣子 這樣 而不是這樣勾進去的 他說所以我要幫你把韌帶給勾回去 他就用摳的 把這個人在摳摳摳摳摳摳 繞過這個球這樣回去 我說這像不像什麼 你知道 腳踏車的繞鏈 就是腳踏車有一條鏈會這樣 沒有勾到那個齒輪 結果我跟你講很神奇 他幫我一勾回去 我一落地就踩下來之後 所有痠圖都不見了 就好了 所以你知道嗎就是等於是 其實我演唱會就是 是在忍著那個腳的痠痛 唱跳了三個小時 我跟你講另外一個更精熟 我的腳啊 長短腳 一邊短一邊長 平躺的時候是這樣 就起來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長的變短的 短的變長的 他就一直說他沒看過這種腳 就可能是就是那個韌帶的關係 或什麼就不舒服 他就開始痣了 他說那我先治療你脖子 我心裡想說 喔就是腳的長度 跟脖子沒有關嗎 他就摸我這邊 他說喔 你這裡很緊繃 這裡比較鬆 他這樣按我就很痛很痛 非常的痠痛 痛到整個頭後面也是痠痛 脖子也是痠痛 可是這邊都沒有 然後呢這邊 他就說這是交感神經 交感神經緊繃 然後我就說OK 那所以呢 他說我要伸手進去 拉你眼球下面的一條肌肉 然後我就傻眼 我說 你會拉到我的眼珠嗎 這樣就很害怕這樣 醫生就戴了手套 從我嘴巴伸進去 他說我要去挖你那塊肌肉 因為太緊繃了 它全部貼在一起 所以你壓到神經 才這麼的痛 我媽我覺得好驚恐 驚悚 他就真的伸進去 然後這邊完全應該是要有吸縫的 我沒有 所以他就這樣撕一撕 這樣我就 呃 呃 呃 變僵屍啦 對 真的好像在看那種金蟲片 然後他就把它等於是有一直寬的寬度 終於可以溶到 他說好我碰一下你那邊肌肉 他就碰到了以後 我說啊可以了吧 可以出來了啊 後來他就把手指一拿出來 他說你再看看你這邊 然後我就這樣一摸 欸 完全不算痛了 就是那個緊繃的肌肉 終於離開 沒有壓破我的神經了 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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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